第一步,先提起短边展开,扣好,并确认是否扣好 第二步,提起长边展开,扣好,同样确认下 第三步,中间洞口部分往下按到底 注意,按的时候提起一条短边 让两只床脚离地 第四步,将四根钢管套好 然后放入床垫即可 升降功能,按下床边的卡扣,调整到合适高度后 将床边卷起,并用绳子扣好即可 第一步,手伸入洞口,一只手先往下按,另一只手轻轻提起中间的绳子 切记,务必先提起中间的这根绳子,提到一定的高度 第五步,两只手同时轻按长边中间的锁扣 听到咔嚓的声音后,再往下按 短边同样的操作方法 注意,折叠无需太用力 若折叠受阻,检查卡扣 如果卡住的话,需要再按下 第三步,四边按下去后,往中间靠拢即可 将两根摇杆扣在下方 不需要摇床模式时,无需拆下摇杆 将其往床里折叠即可 第一步,将尿布台平铺在床架上 第二步,将两根带扣钢管,两根弯管分别套好 再将带扣钢管两端扣入长弯管内 注意卡扣的方向要朝里 第三步,将尿布台底端卡扣,卡住床架即可 将制物架的卡扣,卡住床头杆即可 将音乐领底部的卡扣,卡住床头杆即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